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反亚裔的歧视和暴力事件激增 参议院本周将通过一项法案 解决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共和党人 同意支持这项法案 该法案可能会受到新国会的首次阻挠 民主党参议员希罗诺提出的法案 目前没有任何共和党共同发起人 该法案将加快联邦政府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的反应 并加强对州和地方政府仇恨犯罪报告的指导 据一位参议员民主党助手说 两党正努力加强希罗诺法案 并增加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尔 和共和党参议员莫兰的两党法案 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增款 以帮助改善仇恨犯罪报告 拜登总统上月发表声明 呼吁国会通过希罗诺法案 称国家的每个人都应该以安全 尊严和尊重来生活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发表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指中国正推动自身成为全球大国 扩大影响力 是美国的最大威胁之一 中国以日益成为美国几乎对等的竞争者 在多个领域都挑战美国 尤其是经济、军事和科技 并推动改变全球规则 报告指中国利用成功抗议 宣扬自身制度的优越性 预测中国将迫使台湾实现统一 同时批评美国加强与台湾当局交往 但报告并没有预期两岸任何直接军事冲突 报告又指 中国不仅利用电子监控及駭客攻击能力 在国内压制一击 更透过入侵行动影响境外人士 中国的网络攻击亦日益威胁美国 美国情报当局评估认为 北京政府的网络攻击最低限度 可以对美国基建设施造成局部及暂时破坏 另外 报告又指俄罗斯、北韩及伊朗同样对美国构成威胁 其中俄罗斯寻求损害美国的影响力 分化西方盟友 同时是网络攻击的首要威胁 北韩提升常规军力 威胁美日韩 领导人金正恩仍致力研发核武 弹道导弹及生化武器 伊朗在中东威胁美国 极盟有利益 损害美国影响力 气候变迁 特使凯利14-17日前往上海与首尔访问 讨论全球气候变迁议题 总统拜登即将在22-23日 主办气候领袖视讯峰会 邀请包括俄罗斯总统普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40位领袖参加 凯利此行计划会见中国气候特使谢政华 根据国务院说法 凯利和谢政华已展开讨论 美中双方在全球影响力方面较劲之际 在人权、贸易行为和安全方面皆有所冲突 这趟行程凸显拜登政府致力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保持合作 凯利曾一度表示 全球气候危机应分开处理 形容这是至关重要的独立问题 需要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共同努力解决 法国政府为遏制巴西的变种新冠病毒传入 星期三起暂停所有来自巴西的客机降落 法国航空表示 已取消由星期三起往来巴西的航班 什么时候恢复要等政府进一步指示 在疫情下巴西前往法国巴黎的旅客已锐减 由以往每星期约5万人次 降至目前每日只有约50人 法方早已要求旅客需出示病毒阴性检测报告才能登机 抵达法国后需隔离10天 卫生部长维兰表示 最先在英国出现 再扩散至欧洲的变种新冠病毒 目前占法国确诊病例的八成 巴西及南非的变种病毒病例只占4% 反映巴西及南非的变种病毒 传染力不及英国的变种病毒